大家好,欢迎收听卧槽喵政治 我是卧槽的总编萌萌 我是卧槽的范 卧槽喵政治每周帮大家喵一下台湾重要政治议题 也记得帮我们订阅YouTube频道 按下小铃铛 还有Sounddown,Spotif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Kickbox,First Story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哟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记得在Apple Podcast帮我们留言 如果不喜欢的话 拜托也要留言一下哦 很久没有关心疫情了 哦,对啊 好像台湾是在一个异世界一样 到底还有疫情吗 有啦,有有有 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新闻标题 我就不讲是哪家媒体了 但我觉得这标题非常有趣 他就说我们疫情最近大爆炸 大爆炸,是有多爆炸 新增移入案例24例 然后我就把这个标题截图 给我住在国外的朋友看 然后他们就说 你们台湾人24例在大爆炸个屁啊 哈哈哈 可以就很不爽 就是我们就是那种就是过太爽 那种他就是啊24例 然后进,而且都 境外移入嘛 也不是那种那个本土传染 然后就在那边 大家很紧张 殊不知那种24例可能是那种 别人可能是死亡24 或者是说那种 他自己家里 他自己认识的就24个缺诊 对啊,我想说 24例对台湾人来讲 可能是真的很严重 因为前阵都是加零加零嘛 然后突然一下子从零到24对台湾人来讲 好像真的是有点多啦 可是其实我们就来回顾 就是来关心一下现在世界发生什么事好了 不然我们在桃花园住太久了 对对对 真的不知道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 像我们像以12月2号的统计数据为准的话 像那个John Hopkins 就是都会统计那个 武汉肺炎确诊数字的那个研究机构 他截至台湾时间是 那个12月2日上午7点 全球确诊的病例已经到了 6365万 哦对6000多万 很多很多 对没错 然后而且死亡的已经将近150万人了 对所以 我们是我们已经脱离这个很久了 就已经脱离就是 这个什么疫情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东西也从我们把疫情相关的 我们的触及感受出来 大家其实已经 嗯不在意放心上吗 好像还好 对 不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反过来提醒自己 就是说 最放松的时候 其实最有可能是这个 破口出现的时候 对就是不能松懈 不能松懈不能松懈 对所以这个 大家可能还是自己 记得去人多的地方哦 记得要戴口罩 对 其实其实我自己就觉得 好像2020这个疫情来 对台湾人最大影响 可能就是生活要戴口罩 跟不能出国 就这两点 就是比较明显的 差异 然后你的现 就是你脸书的现实动态跟po文 就会看不到出国的打卡 有点失落 不然平常就是 大概是那种自己刷Facebook的时候 总会有一个朋友 至少一个朋友 现在在国外 在日本 在哪里之类的 对 不说这样也好 反正我不能出国 大家都不能出国 怎么样 但我还是觉得 因为我还是有少数少数的朋友 因为要留学的关系 就是可能一两年前就已经弄好了 所以他们就还是会出国 然后其实他们就有跟我分享说 台湾的防疫是真的做得很好 因为他们说在国外 其实真的戴口罩 还是没有我们这么的严谨 对 所以其实像这次提到说 单日移入 24个确诊案例嘛 那个主要有20位是来自 印尼 所以 所以我们因为我们后来就发现 那次这两天记者会 陈时中 就是卫福部长陈时中也有讲到 因为我们现在如果有人 外国人要进来 或是就是要出入境的时候 我们都会希望他能够 那个给我们一份那种检验报告 就是你是safe的 你是硬性的 但是我们发现就是 印尼来的准确性很低 就常常你说没有 你说印尼的标准吗 对 那你常常说你没有 但是我们发现验的还是有 那 所以呢后来决定说要把这个 印尼籍的这个移工 外籍劳工那种入境的话 要暂停 暂缓 暂缓两个礼拜 我觉得照理来讲 那个标准应该是要配合那个国家吧 就就是说你要进台湾 你应该用台湾的标准 没办 我们不可能在那边配 配一组人帮你用我们的标准检测 对啊 或是其他因为每个国家的 或是他们的医疗的技术啊 卫生的管理的技术 了解 也不大一样 所以也很难强制 所以当然他们有减负了 到了我们台湾 还是要再检查一次 所以我觉得应该 其实反过来看 也不一定代表说 印尼的检测技术真的很差 这背后代表的数字可能是什么 是因为他们确诊的人实在太多 对可以看一下印尼 我们的那个数字也许有些漏亡之鱼 嗯 是正常的 就是因为譬如说万分之一的准确率 那总会有那个万分之一减 9999的检测率 正确率 但只有万分之一会错误 但是因为比例 确诊比例太高 所以我们看到的会是 啊怎么那么多都错 你在帮印尼政府找台阶 对对对对对 感谢印尼政府这个 对对对 但是因为台湾 至少我们管理上还是非常严谨 对啊 所以才会 可以挡的还是要挡下来 对还是要挡 可是现在印尼的疫情大概是什么样子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因为其实为什么 呃要特别讲印尼 是因为我们有蛮多 呃移工是从那边进来的 对没错 所以算是很跟我们台湾 有很密集的交流 对那印尼一件补充 他们人口大概是两亿七千万 大概是台湾的十倍多 然后呢 他们现在累积的确诊哦 是五十四万 嗯对台湾大概是六七百人 对五十四万 每次讲到我们确诊的时候 就很少这样 就是怕灯这样子 然后他们的因为武汉肺炎死掉 是在1.7万人 嗯对 那所以你可以想象 就是那个scale差很多啦 那当然 所以我们现在就很紧张 所以也把他门先关起来 但是就像刚刚范提到 其实台湾有非常多人 是需要印尼籍的 移工协助的 而且主要是家庭 为什么 因为那个很多 家庭看护 对 都是印尼籍 对 所以这个门 其实一关起来的时候 因为有像认识的朋友 在那个医院啊 或是一些政府单位工作 他们就说 其实非常多的家属 就是 蛮 其实也蛮可怜的 因为就是他们 原本可能已经 预定嘛 或是已经有预计好 什么时候会有人来 帮忙协助照顾他们的家人呢 但是就突然翻阅 这个政策宣布之后 就没办法 他们必须要那个 自己再撑两个礼拜 这样子 因为自己照顾 我觉得照顾 其实真的是一个 非常辛苦的过程 因为我们自己家里 有一些经验嘛 年纪比较大的 然后 其实我觉得照顾 是一个专业 后来有接触到一些 一些专家 就是 这件事情 如果可以花钱 请专业的人来讲 还是比较好 因为自己照顾 真的很容易吵架 对 而且那个其实 不只是照顾的技术 其实包括 像那个如何去 帮病人 或是行动不方便人 如果去扶他 对对对 如果去帮他翻身 那个其实 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你如果真的是 要扶一个比如 也许他 肌肉无力 或是行动不方便 你要扶他 你要怎么用力 才不会受伤 就跟 不是跟练中心一样 就是你要知道 你的肌肉要怎么用力 才能够不让你自己受伤 也不让病人受伤 所以真的台湾需要 很多这种 外籍的老公来协助我们 然后有很多 就是在疫情之下 我们算守住了 但还是因为这些政策 很多人其实 也是在一个 这个很痛苦的阶段 但是没办法 我讲个题外号好了 就是你们家的长辈 会有因为疫情改变生活习惯吗 就是 就是例如说 阿嬷阿公等级的人 我会想说 有一阵子他们可能对这个呃 陈思 这个绿营的阵子 如果又比大公子 其实是吧 原本都是很讨厌绿营阵子 我是在讲生活作息 这也是作息 其实还好啦 有些会觉得他们 呃 长辈们其实本来就 蛮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的 对 反而我们变得更 对年轻人比我不怕死啊 对 这现在好像没办法规定进入捷运啊 什么大众运输到戴口罩 哦哦只好戴 对那长辈们 至少我们自己这边长辈们都还蛮 我们家的年长长辈是变得比较不出门 就是会去避免说跟 就是 就是很多的地方聚集这样子 是蛮明显的 就是甚至不出门 对对对 至少就是想说在家也是比较安全的状态 导致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分享 就是我亲人有在医院工作 嗯 然后呢他们的说法是说 从医院的那个人潮 可以看出最近大家民众对于疫情的这个恐慌程度 哦真的哦 所以一开始是怎样 好 所以对疫情恐慌的时候 医院人会多还是少 应该是少吧 因为不敢去对不对 对 所以当大家觉得疫情好像很严重 大家就反而不去医院 嗯 然后疫情就 他们感受就是 最近真的好像变得多了 那就代表 表示大家觉得疫情没那么严重了 所以都开始去看病了 所以他们就觉得 有时候觉得很纳闷 就说好 所以你们这些人要看病 要那个booking很多时间 然后考虑大家这个人羊 很麻烦 其实也没有很重要 你说不来也可以不来吧 对 然后导致现在就是疫情比较放松 大家就是 诶拼命来 明明一开始都可以不来的 为什么现在要来 对 有时候就是受不了 所以这个也算是题外话 但是这是一个不错的指标 看到就说 诶到底人民现在对于疫情的恐惧程度 是高还是低 我现在就觉得有点点 就是我最近做个公车 然后就是觉得说 天哪 这个口罩到底要几年 那我就望向远方的天空 我想说什么时候才可以飞 我是谁 我是为什么在这里 为什么在这边戴口罩 没有我是抱着感恩的心 因为我觉得真的 你从 就是全世界的格局来看 台湾真的是超级幸福 对 真的是过太爽了 但是过太爽的同时 不要忘记就是 大家要这个 对 继续 我们继续 清洗手戴口罩 我们继续坚持坚持 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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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看明年 有没有机会结束这一切 对 好 那我们讲完这个武汉肺炎 再讲一下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 讲有趣吗 想想 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啊 想到肚子就有点饿了 肚子有点饿了 好 我们上上礼拜不是就一直在讲说 那个立法院的那个杯格 一直持续不断吗 就是国民党一直出很多 奇妙的怪招 怪招 然后上个礼拜这个怪招 我觉得记者真的是有够可怜 因为我们记者就是 就是在那个会期期间 都会去那边驻守嘛 对 然后他们就是第一线要承受 就是这些 冲击 冲击 那上礼拜发生什么事情 对 其实上礼拜我想大家应该都有看到 那个新闻啦 上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不是之前在讲 国民党在杯格立法院的总资讯吗 好 那上礼拜五的时候 反正民进党 就是现在多数党 自政党的立委 觉得我不要跟国民党在那儿玩了 我这是要强制 就是不让不让你们在杯格 强制去去把你们驱赶 那好 人数要比 要打架 因为人数输 那国民党一定打不赢 所以他们想一些怪招 这次输了什么怪招呢 他们带了很多的 猪内障 在杯格的时候 就是他们就把猪内障 泼向就是 民进党 那个不管是报告的 蔬贞昌 或是其他民进党立委那边 就撒 撒住那猪杂 这招到底是谁想的啊 他们说有几个 他们有提到有几个立委想到 就是一个是他们的党团总赵 叫做林维州 另外一个是叫做立委 叫做郑立文 但是这两个 有提到说他们有想到这个 idea 新闻有报导提到 但是呢 有趣的是这两个立委 曾经都是民进党集过 就别说你们是不是卧底的啊 对吧 这边就是想这些怪招 让国民党很糗 但必须说 因为我们记者有去现场 他说那一泼出来 没多久 那个味道就是 整个味道就整个异常的空间 对对对 就是猪内障的味道 可怕 对 而且要服役这个什么 就除了气 嗅觉的这个感受之外 没有让其他放轻松 视觉但也很冲击嘛 对 一堆人在那边砸内障 还有气敌 就是你知道有没有听过 有些选举场合 肇事场合 或是运动场合 加油的时候 可能会有那种鸣笛 那种很大声那种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立委们在意识杯葛 在抗议的时候 很喜欢按那个 但那个东西其实 可是听起来很派吗 不是就是大家都会很辛苦 因为你也会 对 你也会 就是听不到 就是然后一直按那个 然后不知道干嘛 然后就一直按 然后大家很吵 所以不止视觉上冲击 嗅觉上冲击 听觉上有受到冲击 我觉得这两个 一种行为艺术 有一种 但是你要想到 在那边工作的人 当然 记者啦 媒体朋友 还有就那些立委 立委助理 还有那些行政官员 他要接受 坐在那边等待备训的 都要接受这些 各种三合一的 急急痛苦 对 所以 不知道为什么国民党 要选择这个方法 来作为他们 因为像这一波的这个杯葛的终结 那这样子外国人听了怎么说啊 因为那天其实很多外媒报导 他们其实就是 他们其实有一个用字 我觉得那是双关啦 就是他们的抗议 他讲有那个 Guts Guts 就是很有 Guts的通常用的意思是叫做 很有力吗 很有胆势 对 但是那个Guts 其实中文跟英文一样 有Guts Guts的英文有内脏的意思 很有内脏 对不对不对 这次的杯葛 非常有Guts Full of Guts 就是充满着内脏 没错 真的就是 这个不是死尿起飞啦 就是内脏起飞 对 但那个画面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看的 就是那个叫做 怪蛋 可以到我们的那个 这个 对可以到我们的那个脸书 我们等一下应该有把连结贴在下面 我觉得那个东西很怪 但很奇异的是 你想想看老外在看这个画面 是什么心情 第一个就是 台湾都没有这种社交距离的问题了 大家一群人挤在一起 没有戴口罩 OK 这个在室内场合 这就很 对老外就很特别嘛 好 这第二个 哇 台湾这群人竟然已经爽在很多国家 可能之前 还记得吗 那个 非洲猪瘟 啊没有猪吃 台湾是爽到怎样 可以把内脏吗 那猪好像乱丢 没关系 当免钱就随便丢来丢去 真的很过太爽 很影响我们的国际形象耶 不管是不是大家就觉得台湾 你看从这张照片 从这个抗疫的新闻可以看到什么 可以看到 我们国家正常运作中吗 台湾没有武汉肺炎 台湾没有非洲猪瘟 对不对 一切都正常运转 对人民生活富裕 这个食物可以丢来丢去 对这或许我自己觉得想到的是 当然 可能会觉得这个形象也许有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 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 嗯台湾 真的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 你也太乐观了吧 对啊我会往这个方向 我会觉得很拍子耶 就是觉得说我们家 然后发生这件事情 然后这样 不会啊 我们证明我们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民族政体 对不对 很有生命力 很有guts 很有guts 充满着胆势 很有胆势 好的 对 然后而且其实我不知道 大家也可以看 有看到我们的几个新闻贴文的话 我们那时候 因为民政党的这个 呃应该说 在野党 嗯 国民党的抗疫的时候 他们有很多的 杯葛方式嘛 那其中有一个 有一个 桥段是 因为 呃 呃 等于是行政院长苏贞昌在内脏齐飞之中 已经报告完毕了 嗯 报告完之后 就要接受立委们的咨询 就立委们可以 问他 问他 然后苏贞昌回答 然后呢 好 接下来一开始这个 要开始总咨询的时候 第一棒其实是国民党的立委 叫做那个林维舟 也是他们的党团总召 偷偷 那明明就轮到他哦 然后要他上去咨询 但是呢 他们就不上去咨询 明明就是轮到你 然后他有30分钟的机会 可以去好好的问 苏贞昌到底 呃 这个疫情啊 防疫啊 或是他们之前的一些争议议题 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回答 或是开放这个美术美女啊 等等这些东西 他不去问 他宁愿找这30分钟 用来台下 就继续按那个气滴 这样啵啵啵 然后 汗口号 什么苏贞昌下台等等的 所以 变成是那个立法院院长 在主持的时候 还要跟他讲说 哎 你要不要上来啦 你不是上来 我要开始计时哦 啊 不要 对啊 我就 所以就让他白白费费的30分钟就是 让他在那边台下鸣底 而不去 去讲 去咨询 闹剧耶 对 因为你去咨询才会有那个啊 公正式的官方记录 记录下来 哎那好奇 正式官方记录会记录这些事吗 之前有时候会这样 他会记录一个刮壶 什么一片吵杂之类的 对对对对 内脏从苏贞昌的头顶飞过之类的 会不会有啊 会不会有这个 那个记录啊 对对对 但他通常都是会那种一片混乱 或是就是用刮壶表示 很像读那个剧本 这边是什么 这边一片混乱 我觉得这个完全都可以变成一个剧场 很像舞台剧 对超像 这本有点高 要准备很多的猪内脏 还有气味 大家可以感受 而且还有举牌 那举牌上面都写些什么 对对对 刚刚想忘记讲 就是那个还有些国民 因为像康里面 名气敌丢内脏之外 他们还有那些标语啊 那我们自己就观察 有个标语很有趣 我们自己研究了很久都看不懂 叫做 豪赌川普击败人 我觉得你看我真的听不懂 我真的听不懂 豪赌就是豪赌的意思 川普就川普嘛 击败就是打击打败击败人 他们是不是想要用一些脏话的双冠之类 这是脏话双冠吗 你看看 豪赌 后面是就是 击巴人之类的 类似这样之类 击什么人的这样 对然后但是我不懂 就整个国民党的抗议 都是充满了 这个标我真的看不懂 充满了就是 我这样讲的有点伤人 就是有点铁标签 就是不同时代的抗议 就是有一种 那个时代的抗议吗 不是就是有些长辈 他可能想要讲一些梗 然后失败这样子 然后媒体也gap不到 对就是 因为媒体太年轻了 gap不到你的内容 对对所以了解 只能说呢 只能说国民党他们 试图用这个方式 最后一次的冲击 当做一个下台阶的方式 但是他们 还是很红的 他们有没有想过 你看你今天把那个 猪的内脏撒出去 然后我们的地板都是地毯 对 那地毯 他这种东西味道留下来 我们要怎么清啊 对这个这个有提到 之前我们 所以前两天 立法院也有这样的新闻 我们有去 也有去写到 他说那个时候立法院的秘书长 也是立法院负责他们 行政的那个 的官员 就讲到说 这个地毯呢 他们可能要清 但是呢光是清 可能没办法把味道去光 最糟的可能是整个要换 要换的话需要花一百万 好贵哦 而且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这个 很荒谬的就是 因为之前 我记得我们前几集有提到嘛 就是关于那个 为了抗议检察院院长成局 那个时候 国民党不是有破坏异常吗 对 他那个时候其实就有 被要求就是说 相关的修缮费用啊 维修费用是 四十一万 所以这个是谁破坏谁付吗 还是国家付 惯例啦 就是谁破坏谁付 不管你跟国民党破坏 或是民进党一千杯葛嘛 或是其他的在野党杯葛的时候 谁破坏谁付 对 那那个时候就是 为了检察院的事情 国民党你破坏过一次 那时候 是说要赔四十一万 好 那这次呢 又可能要破 又要赔偿那个破百万 结果你知道那个 上礼拜的时候 就是国民党立委在咨询 就是立法院的秘书长 就在就这礼拜的时候 就在跟他讲说 那个秘书长跟他讲说 你们要赔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 国民党的立委就在说 那你之前的人 之前他们弄坏东西有赔吗 然后秘书长就 有其他党团弄坏了都有赔 就只差你们都没有赔 对 所以像 因为以前 时代力量曾经占领过一场 就破坏门锁 好像几万块 那也赔了 然后民进党的时候 也破坏过那种玻璃啊 门锁之类的 那也赔了 几万块也赔了 然后甚至 大家不要可能有印象 2014年的时候 不是所谓那个 占领立法院吗 那个时候赔了几百万 也是这个就是团体 是民进党还是 抗议团体 抗议团体赔了 对 国民党 就是你 趁你没赔了 OK 趁你没赔了 好好好 然后这个地毯 地毯的部分 地毯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要不要 要不要这个花一百万 对啊 他有没有想过 下次再开会的话 他还是要继续承受那个 那个味道 还是要去开会 对 而且那个 我觉得很讨厌就是 那个立法院的秘书长 回应说其他都赔了之后 那个国民党立委 还说那你把收据拿出来 拿出来 就是在那边 对 所以这个 我觉得就是杯葛的话 当然我觉得这是 在野党人比较少 你要投票一定输 所以一定是要有一些 杯葛的手段 有一些 破格的非程序内的手段 但是某些程度就是 你当然也要自己 愿意承受那个后果 有可能是 因为过激 然后可能有暴力的倾向 然后被人家讨厌 或者是说有破坏东西 需要花钱 那你就赔嘛 这个也不是说真的赔不起 那不要在那边硬凹了 对 这个花 这个相对 你看都愿意花钱买内帐啦 对不对 赔个钱 可是内帐蛮便宜的 哈哈哈哈 像叫起来啦 对嘛 可是你该花 该花的钱还是要花嘛 对不对 这其他的党团啊 其他的这个运动者 都还钱 民间团你自己抗议 然后去破坏东西都还钱 那你国民党 所谓的这个 最大的在野党 怎么可以自己破坏东西不还 反正他们应该那个资本足够 对啊 可以还 进后压 哈哈哈哈 我们这礼拜就是 其实其实这礼拜发生 算是不少事 但是都没有一个比较主题性的东西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真的吗 什么 我漏掉了吗 没有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现在第几集了 我们现在 今天出去是42 42集 42集 我们第一季的Podcast 已经做了42集 哇 你要收尾了是不是 对 我们现在在 因为我们现在在想 对我们在想啦 对 第一季走到了42集 这一季好久 很长耶 想说三个月 是一季三个月 怎么做到说 不知不觉做了 十个月了 快一年 快一年了 对 所以现在也在想说 我们可能第一集 我们要最后 可能做个 再做个几集 反正也知道 45集 到年级 左右 对 对 要收尾一下 所以大家要 可以帮我们想想看 你们觉得这一季啊 有没有什么 你们觉得 什么 比较 喜欢的方式 或是觉得 比较没有feel的方式 你们喜欢怎样的主题 或是不喜欢 我觉得就是 大家最近就是 没什么声音 然后导致我们现在 有点confused 就是说 我们到底是要 做什么样子的挑战 在大家会比较 有反应 对啊 所以有想说 刚好 在下一季做改善 这样子 趁这个 呃 要换年度 哦 2020 好不容易要过完 对 要不要还一个月 不要放 还是我们明年 会继续一直在讲疫情 又讲一年 除非明年有其他的疫情 喂喂喂喂喂 嘿嘿嘿嘿 好紧张好紧张 不要 算是 本节目的大事啦 就是最后 算最后几集吗 第一季的最后几集 我们会应该 第一季的收尾 年底会收个尾 然后 沉淀一下 看看我们 要做什么挑战 重新再出发 没错没错 所以大家如果对于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的话 要什么 留言在什么 就是要留在podcast 对 Apple Apple Podcast 里面 然后就是可以留言 当然是也可以私讯我们的 IG啊 分转 各个社群平台 对 就如果 希望2021还听得到我们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 看我们能不能安然的过完2020 发现我们被那个吴淡如还有那个 另外压着打 啊 对 没错 对看到这个第一名是 陈文倩还是有一种很神秘的感觉 没关系 我们 希望有一天 不然你们告诉我们 我们到底就是 没有做到什么 没有做到陈文倩有做到的东西 对对对 好 对所以等等 有相关的建议呢 或想要听的主题 或想要听的形式 你就都欢迎就是在Apple Podcast 或是视讯我们的粉专 IG 各个社群平台跟我们说 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今天聊到相关的新闻内容啊 还有那个精彩的 立会 这个猪内脏飞天的画面 对 撒满地的画面 画面 我们都会提供在我们的连结中 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对对 感觉很想 会想要吃下水汤 四层汤 不行不行 你不要破坏我对四层汤的喜爱 我想到就饿了 对 然后我们的那个 一定要订阅我们的脸书IG 还有我们的YouTube频道 看一下开启小铃铛 没错 然后我们自己有自己的那个 IG账号 Watchout.podcast的IG账号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最新内容 然后可以跟我们的小编互动 不然他都没事做 对 所以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 一定要记得 要定期定额 支持沃槽 做更多更好的内容哦 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啦 下礼拜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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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